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好了,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剛剛頒完的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看完之後的感覺 雖然這屆賽果沒有去年這麼大爭議 因為去年最佳電影就是《級十九歲的我》 最佳編劇和導演就是《神探大戰》 相比,今年最佳編劇和導演都是《名案》 而最佳電影就是《毒蝕大藏》 相對談論點就沒有去年這麼誇張 不仍然有很多東西值得大家去談論 另外,人們在問,最修得是否等於《最佳電影》 因為《毒蝕大藏》比較少 在其他獎項全部什麼都沒有,只是拿《最佳電影》 以往都有,例如去年《級十九歲的我》已經是 或者之前十年 但之前這些電影的情況比較特別 因為《級十九歲的我》其實沒有提名其他獎項 只是這個獎項 十年更加不用說 但相對,其實《毒蝕大藏》已經是一套傳統的正劇 為什麼《毒蝕大藏》只有最佳電影其他獎項 又沒有呢? 或者其實他得最佳電影是否應該呢? 也值得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更加想不到 今年梁朝偉《六道蝕影帝》 竟然這個也是網上大家爭論的點 因為很多人覺得 很想王子華 或者是 林寶儀 甚至內地演員 大鵬 他們也有不同的理由 覺得他們拿影帝 即是拿最佳男主角 應該比梁朝偉更值得拿的 這樣也可以一陣子跟大家聊一下 加上梁朝偉的太太劉家玲 形容了梁朝偉是 偉大的演員 令梁朝偉即時都很尷尬 要糾正說可以叫做好的演員 就不要用偉大的形容 那麼究竟劉家玲有沒有說錯呢? 梁朝偉其實是否一個偉大的演員呢? 那麼究竟在什麼情況下 才可以用偉大去形容一個藝術家呢? 即是一個演藝者 這樣也很值得大家去談論一下 見有報導 王晶說叫梁朝偉應該不要再拿獎了 宣佈不拿獎了 讓一下其他人 我其實就不是很容易這樣做法的 除非梁朝偉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偉大的演員 否則就沒有來不去拿獎 即是覺得自己不再拿獎的話 除非有些人是怕輸 但我又不覺得梁朝偉會怕輸 而且梁朝偉或者下一部 他又想拿奧斯卡呢? 怎麼可以宣佈不拿獎呢? 首先我恭喜一下 黃耀林導演 他憑著填詞雲這一首歌 即是填詞L的主題曲 就拿到最佳原唱電影歌曲 黃耀林導演就是負責寫詞的部分 我也替他開心 因為他曾幾何時都跟過我寫歌詞 當然我不是唯一作詞師傅 即是叫慶恨 反過來我慶恨教過他 其實我認識他 我平時叫他Loris 你明白嗎? 我認識他Loris已經十幾年了 不知道 不知道嗎? 有超過 2006或是 對 大約 你那時應該在讀中學 中學升大學 中學升大學 差不多20年 有20年 剛才跟了我學做一段時間寫歌詞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個訪問 可以去一期一回的頻道 有關的填詞L導演我們的訪問 繼續說回香港電影金像獎 其實今年很多獎項都沒有什麼認真很大的爭議 例如新進導演 其實都預料一定是年少日記的卓翼謙 因為之前他在外面 不同電影頒獎也獲得過近似的獎項 所以新進導演差不多是十拿九韌 也是給他 而最佳試過效果 都很難走得出金手指的手指 雖然也有人彈他的特技 說他做得太過乾淨 反而缺乏一個真實感 但始終他是大製作 將整個七八十年代的景 重現出來 雖然有些影評人都稱讚七月翻歸 其實都不錯的 即是視覺效果 但始終沒辦法 你少成本就很難和一套大製作比較 而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基本上 都是四拍四家族和八日之下之爭 因為四拍四家族有Teddy Robin 都沒有在這裏 這麼有資歷的音樂前輩 還要他這套戲真的講音樂 所以基本上他拿 最佳原創電影音樂都不出奇 但最佳我其實覺得八日之下 配樂都做得不錯 因為我有些做配樂的朋友都讚 覺得八日之下其實做得不錯 即是技術層面上 例如最佳服飾造型設計 或者最佳美術指導 其實都預算是金手指拿 因為我自己有拍過戲 你要重演一個七八十年代 總之重演一個不是當今這個年代的東西 而且是比較遠一點 你單是做得像你也會加分 雖然導演也有說過 其實在金手指裏面 美術指導也好 或者一些服飾設計也好 他不是完全跟足七八十年代 因為完全跟足的話 有可能在視角上看就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他是半真半假之下 去做一些出來的 有時電影又不用完全混亨了百分之下 因為這套不是紀錄片 始終都有一些商業因素之下 是要適當調整的 唯一一行最佳剪接 就比較多人爭議 因為很多人很欣賞《年少日記》 這個剪接 但是老實說 名案又真的不差 即是《年少日記》當然 當然了 剪接一定要記一功 一聽說《年少日記》的剪接 都好像剪了十幾個版本出來 但如果整體上完整一點 我就覺得名案作完整一點 因為《年少日記》始終 《年少日記》的剪接 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很長的尾 也有一點點整個節奏拖慢了 難免有可能這裏就會失少少分 最佳攝影也是回到金手指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 最佳攝影那裏怎麼看 其實每一部都有拍得不錯的地方 當然金手指也拍得貴一點 有很多扣圖上其實是扣得挺漂亮的 因為你問我其實金手指是銷售什麼 銷售梁朝偉的演技 而且畫面拍得漂亮 所以跟畫面 構圖上漂亮的東西有關 金手指也拿了很多獎 特技 攝影 服裝 美術 這些全部都是跟畫面構圖上漂亮的東西有關 而最佳新演員 其實幸好我的影評朋友已經告訴我 都應該是《大與人長久》裏面的 謝詠欣拿的 因為首先 四拍四 陳樂庭的小朋友 其實是我的朋友 我猜他演得好 但有些人覺得他也是本色演出 另外八日之下許月霜 有可能氣氛不算很重 跟年少日幾一樣 賀帕廉 氣氛不算很重 如果是重到像王子樂的位置 新演員就有可能有得鬥一下 另外吳冰 當然我當然覺得他演得好 一人分禮 但始終我從來都知道 電影界對Youtube界有少少看法 不是很一樣 始終Youtuber就是Youtuber 暫時的位置還未完全可以限制 這是阿冰比較吃虧的一部分 如果這個演員長是民選的話 可能就是吳冰獲得了 而最佳南配角都預算是姜大偉去獲得 雖然他是第一次提名南配角 但演了這麼多年戲 雖然我個人很喜歡《死屍四時》《44》《李尚正》的演出 因為演喜劇真的不容易 還要看出他有演技之下的喜劇 但向來喜劇在香港電影金像獎 要獲得重點獎項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非你這套戲爆到 爆到少林足球 就有機會獲得 王子樂小朋友其實是演得好的 但是小朋友今年要獲得獎項 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有姜大偉在 就算不要說姜大偉 其他四個都很強 你不看人的 人們說他應該提名最佳男主角 但而於規例上 令到他不可以提名 鄭君豪更加不用說 一定演得好 但論之排輩的話 所以我都覺得已經是姜大偉獲得的 或者我在這裡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看人的角色 不可以提名最佳男主角 但語人長久其實是 香港政府資助的電影項目 這個資助項目裏面 就一定要規定 其中一名的男主角 一定要是香港人 但偏偏這套戲裏面 其他有份演出的香港藝人 他佔的氣氛 未能成為一位男主角 否則如果其他都可以的話 其實不可能可以 一起提名 這個沒辦法 在技術上 他不可以提名做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其實我都猜到一定是余香營 雖然相比之下 今次的五位提名 都是比較green 但如果說演出經驗比較豐富 一定是余香營 還有裏面 演出那名記者是演得真是不錯的 余香營 看一出去駕馭到很多不同的角色 都能演出 雖然好像演電影都好像演了六七年左右 但是這六七年 他有什麼不同的角色 戲種 他都去接 每一次也表現得不錯 當然 中雪瑩 我也很欣賞 這兩架填詞L的中雪瑩 你想想一個 好像應該去到二十尾 還要扮一個中學生 而扮得像 這個是演技 你不可以否決這個不是演技 但是始終他是 做女主角經驗比較上淺 還有他這些角色裡面比較小品 不算說 很多起伏的電影 所以就 去競選女主角是比較吃虧的 我個人覺得 最佳男主角未講之前 其實我想講一件事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 他還未頒上最佳電影導演 男女主角或編劇的時候 在這些獎項裡面 包括最佳新演員 新將導演獎 這些其實已經 預早一早已經知道了賽果 不是有什麼風聲洩漏出來 只不過由2018年開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香港電影導演會裡面頒獎項 跟香港電影金像獎項頒 我剛才說過的獎項 是一模一樣的 每年你只要看香港電影導演會 什麼獎項 香港電影金像獎項最後都是這樣頒獎項 起碼近幾年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好意思 我立了導演會的獎項 我已經心中有數 都是這些電影 或者這些人拿獎 所以當公佈梁朝偉拿獎 我殺那 其實我就OK的 本身我也覺得梁朝偉是演得好的 雖然這一套不是他演得最好的作品 但剛才我都說了 整套金手指是銷售什麼 就是銷售華麗的畫面加梁朝偉 即是梁朝偉是賣點來的 以及這次是梁朝偉突破性的演出 雖然他這個演出不是每個人都覺得是最好的梁朝偉 但很明顯 他真的在演一個不是梁朝偉演開的角色 就是一個聰明的演員要做到這件事 你要看得出他不是在做他自己 例如很多人喜歡王子華 但是始終一件事就是 仍然很多人覺得他也是在做一個王子華 這個跟梁朝偉就很不同了 相比之下其實林寶怡也很出色 只不過因為林寶怡那套戲 氣氛真的不算很多 他最初當男主角 為什麼不是提名最佳男配角呢 所以我本身都覺得林寶怡去競逐這個男主角 就有一點點吻水了 盧振業和戴鵬始終在業界對他是一個新人 大家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香港電影金像獎是有一點點輪資排輩的 就是要罪有應得的 唯一我本身比較失望 其實林家棟是有資格提名最佳男主角的 如果提名到入去今次最佳男主角 梁朝偉都未必一定可以贏到的 但是林家棟是沒有份 因為林家棟名案裡面的角色 其實演發有少少都好像 之前神探大戰裡面的劉青雲 但是我覺得林家棟比劉青雲演得更好一點點 因為林家棟的層次感是更分明一點的 一時你以為他正常 一時你覺得原來瘋了 這個狀態不停轉來轉去 就非常之演得好 可惜沒有份提名 梁朝偉在金秀寺裡面值得演什麼呢 我舉例 如果不是王子華做的角色 我舉例有可能是劉青雲演的 其實一樣也有可能是好看的 只得票房未必好像現在過億而已 我不是否決王子華的演技 不過其實因為紫環城很多時候 是個人的魅力 比他演技更出眾 但是很肯定金秀寺 你不找梁朝偉演 誰都揹不到票去做這套戲 揹不到票那麼大製作 其實最初在金秀寺的時候 劉德華是想演梁朝偉現在的角色 不過幸好最後也給了梁朝偉演 你想想梁朝偉演大家都這麼大爭議 如果劉德華演這個角色更大爭議 至於另一個比較大爭議的事情 當晚劉嘉玲稱讚梁朝偉是一個偉大的演員 很多人說劉嘉玲說大了 說實話有些提過想說 留意在頒獎禮裡面 梁朝偉沒有稱呼過劉嘉玲做老婆 看看姜大偉也有在說自己老婆 洪金寶拿終身成就獎的時候 也有稱呼自己的老婆或太太 梁朝偉沒有叫太太或老婆 只是叫了三弟子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嘉玲姐 他這樣叫劉嘉玲那一剎 我也覺得挺好笑的 你可以說是另一種甜蜜稱呼 也可想而知 有可能劉嘉玲在家裡也有幾個權力 因為用對阿姐形容他 當然我想說一下劉嘉玲用偉大的演言 去形容梁朝偉 連梁朝偉那一剎也有點尷尬 梁朝偉可以說是好演員 但不要叫偉大 梁朝偉還要強調說了兩次 當然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釋 有些人說 因為本身梁朝偉拿這個獎 網上很大機會都會被人罵 劉嘉玲走出來 這樣說一說就幫梁朝偉頂了很多事情 因為大家的目標 有可能會注意說劉嘉玲 忽略沒有罵梁朝偉那麼厲害 這是其一 其二 很多人說通常用偉大 都是過了一身的人才能稱呼他 或者對電影界有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你想想 為什麼梁朝偉才獲得 威尼斯影戰頒法的終身成就金絲獎 這個獎是首位華人演員拿到 梁朝偉又拿了看城影帝 雖然用偉大去說 有些人會覺得是誇張了一點 但是你又不可以完全否決 不可以用偉大去形容梁朝偉 就很簡單 現在哪一個演員 給梁朝偉的 已經是成就更高 為了這件事特意 走上去AR問一問 有什麼香港藝人可以用偉大去形容 AR又給了四個人我 一個是李小龍 這個我都想到一定會有 其次是張國榮 這個地位也不容忽視 另外就是梅姐梅艷芳 這三位其實都是過身的藝人 所以有人用偉大也不出奇 但是他還給我第四個 第四個是在新的 就是梁朝偉 A家就說他是一位 備受贊譽的演員 以他徵贊的演技 以及勢力的表演 而聞名 他在香港電影界有著 卓越的貢獻 他與導演王家偉的合作作品 如《花樣年華》 2046 都被港化的讚譽 他的演技 也使他在國際影壇上 贏得了港化的認可 不是我講的 是AI講的 雖然AI有時候內容會錯 但是你說到這麼偉大的事情 我看今次AI內容又不是有什麼錯 不過最初我以為有阿成龍在 反而是AI沒有寫阿成龍在 梁朝偉被阿成龍在國際影壇 或者香港影壇中更偉大 當然啦 有些人在說 又是梁朝偉贏 每次都是這樣 阻礙了 更有人說 以後不用選了 見到梁朝偉不如直接給他獎 我也想和梁朝偉講一點說話 梁朝偉並不是提名親最高的男主角 就一定有獎獎 尤其是自於2005年 2046拿完香港電影最佳男主角之後 之後其實也有幾次提名最佳男主角 都沒有獎獎獎 包括2007年雙城 09年赤壁 13年的聽風者 就算去到王家偉電影 一代宗司 香港電影金像獎都有提名最佳男主角 都沒有獎獎 其實這十幾年裡面 梁朝偉提名四次都獲不到獎 還要想一下 去年那一套 風再起時 在上一次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連提名都沒有 最佳男主角 所以不要以為梁朝偉的名字 一擺出來 提名一定去 或者一個獎一定給他 都要看他演出成怎樣 而再去決定 始終也是一樣 香港電影金像獎裡面 整個行頭裡面 可以投票的人 起碼有二千多人 你買通了這麼多人 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 當然那些大公司有可能會 好一點 如果一套是大製作的 滑多滑少都會好一點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應該金手指就拿到導演 電影獎 也不是啊 他只是拿了一個男主角 即是在大獎項裡面 起碼的程度 沒有姜濤那些 叱測樂壇 我最喜愛的歌曲 應該未來幾年 都是姜濤拿了 如果根據你的賽制 不變的話 好了 最後說一說 怎樣看呢 毒蝕大藏 只是拿到最佳電影 那是不是等於 收得就等於最佳電影呢 當然啦 從來不是說 最收得票房那一套 就是最佳電影 韓戰二都破香港票房紀錄 那麼那套戲 有沒有拿到一些很大的獎項呢 就算今年最佳導演 鄭寶瑞的名案 拿到最佳導演 那些人都說 其實這套戲 都不是他最出色的導演的戲 那些人覺得 其實至此 是更加應該是頒給他的 但那年也沒有辦法 因為剛剛陳穆勝導演過世了 所以有可能那一剎 那一次就頒給陳穆勝導演 最佳導演 那樣 有人就說 有可能這次呢 是彌補回上次 給不到鄭寶瑞導演 那這次就補回 那樣 弄之排輩 等於去年的韋家輝 神探大戰 很多人都說 這套不是韋家輝出色的電影 但是 都應該要到韋家輝拿 那就是去年頒給他 外面就是這樣說 說回《毒舌大戰》 我自己怎麼看這套戲呢 其實《毒舌大戰》 算是一套 每一方面都做得平衡 和很平均 難得觀眾右賊 我想說 我媽媽其實很多年都沒有說 香港一套電影好看 很多時候電影我媽媽看不明白 只是我媽媽看完金手指 她已經看不明白 有天裏面的時序經常出來出去 而且節奏很快 難得我媽媽看完《毒舌大戰》 就說好看 她看得明白 而且要想一下《毒舌大戰》 那場法庭戲 好像人家看《Walky》那樣 看到主角如何逆轉 反轉贏那一剎 很久沒有試過在戲院 看到人家拍爛手掌 真的 只是做到這些氣氛 他已經值得拿最佳電影 有人反過來 《毒舌大戰》不幸 其他部分 反而拿不到獎 很多人說 王子華這次已經 最接近一次 哎呀 那下次怎麼辦 還有沒有機會呢 我想大家應該要給 紫華臣多些信心 其實王子華以往很少演一些 比較正劇的戲 真是 《毒舌大戰》 這樣一演也有回響 那你很難難保 王子華之後那些不行 還有說實在 這次也只是第一次提名 所以我不用去學 劉青雲有人要提名前十幾次才可以拿 但我也是對阿子華臣有信心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演員都有自己的擅長特勝 當然你如果說眼神的 今天當然是梁朝偉殺了 他說一個笑容都可以有五十幾款 但我也很肯定 如果梁朝偉要做王子華在《毒舌大戰》裏面 那一鏡到尾的十幾分鐘 他說一個結案陳詞 梁朝偉也未必能做到王子華的效果出來 因為王子華最擅長的是什麼 最擅長的是說話 三個小時說話也無所謂 何況那一場十幾分鐘的結案陳詞 有多難得王子華 王子華最厲害就是用把口演戲 所以這次我們覺得王子華演得好 因為剛剛的律師就是要靠擺口演戲 剛剛吃到他的戲露 所以日後只要找到一些 適合王子華演的戲露 我相信一定有機會再闖一番 最佳男主角而已 歡迎大家又說一下 你怎麼看這部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的賽果 好了 今天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